新的淡宾尼民众设施综合站将从11月开始投入服务 这是本地第一个集合民众俱乐部和休闲生活设施为一体的场所 它的一大特色是要求进驻的零售商家必须环保和担负社会责任 淡宾尼民众设施综合站零售店面的招标工作已经开始 想要竞标成功得符合人民协会设定的一些特殊标准 包括联系社群和提倡环保 这里大约2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出租 目前75%的空间也就是70个零售店面已经有租约 接下来人协将探讨以更多方式鼓励零售商家持续环保 并且参与社区活动 至于综合站的熟食中心 国家环境局已经招标 直总富士克合作社表示正考虑竞标 主要是请不吝点赞 询阅你们俩原因 收行计赞